希望各位中華生活美學館的邀請 再來提名藝術家貴鳳中在在美學館 基盤燕耕流行貴鳳中梳化創作店 現場電視六十八天梳化創作 中華生活美學館官場銀輝舞表示 貴鳳中將目盤動作慘很努力的經濟 將梳化結合其他藝術領用製作成文創品 歡迎大家來到生華美學館 這回來貼回梳化的水 其實在國防中出席的嘉義媒體 曾經丹林哥永蘇環台和國文黑老師 在全國的修法比賽當中 曾經連三三年立得的一名 所以在好好當中也記得很多學生學習修法 這回大來作品總共有六十八天 以行輸為主、超輸為父 這回他受到國立中華生活美學館的邀請基盤修法店 中華生活美學館官場表示 這次在南市結束加將近五年以來的修法創作 現場在後有做本作品儀館 也會跟修法跟調求設計的本創品 彰化生活美學館在八月份暑假這個黨籍 非常榮幸邀請到高師大 高雲師範大學國文系退休的教授 郭芳中郭老師來為我們展出 這個蘇法展非常的難得 因為彰化生活美學館之前 在蘇法展部分多半是邀請中部跟北部的一些蘇法大家比較多 南部就相對比較少 這次非常榮幸邀請到 那也算是彰化生活美學館在蘇法展這一塊算是一個補足的缺口 那我們知道那個郭老師他不管是在蘇法方面 他也是蘇法比賽的一個常客 那他在教學方面也非常認真也拿過四多獎 那他本身可以說是蘇法二王 那所謂就是王羲之王羲之的一個專家 那他對蘇法史的一個發展一個歷程非常的清楚 可以說是這方面一個專家 那他本身的字也展現在這一方面 可以說是兼中家的資產 然後集各種字體的一個那個蘇法的一個姿美 非常的一個難得 因為這次電視的結束家國方中 他認為蘇法並不是只是聲音 應該要用在日本蘇尾 所以對他的蘇法作品當中 可以看到他能力再挑戰蘇法名字的點 希望觀眾可以就有關上作品 更前他在五年來還是勝負 並且體會實戰鼻袍應該對著時代不斷創新的證刑 新中華新聞的北邊的林中華 蔡宏博德